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大规模灵火 18户民宅被毁 近千人被紧急疏散 至少有一个人丧命 这场被称为沙火的灵火 发生在洛杉矶北部干旱的丘陵和峡谷一带 灵火自星期五爆发以来迅速蔓延 强风和干旱的天气则助长了火势 目前已经烧掉近9000公顷的土地 大火也导致18户民宅被毁 近千人紧急疏散 甚至连加州一座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 也被迫迁移到别的地方 当局出动了上千名消防员 28架直升机和8架飞机灭火 不过目前只有一成的火势受到控制 一人在这场大火中扫命 据当地媒体报道 一名男子被发现 在一辆烧毁的车子烧成嚼石 具体报道 颁iment 包括 感谢观看